2004年,某高中的体育馆里,几个学生正围着一个无辜的女孩 他们控制住她的手脚,为首的少女拿起烧红的电韵棒,重重按在女孩的胳膊上 那块皮肉立刻展开,泛红,血肉模糊发出滋滋的烤肉声 这声音像磨音入耳,以至于很多年后,女孩在听到人们围着桌子吃烧烤的声音 还是忍不住浑身颤抖,难以自持 她的双手,双脚,前胸,腰背上都是卷发棒留下的烫伤,又红又肿,又疼又痒,还流出黄色的粘液 她没钱买药,也不敢去医院,只能在下雪天脱光衣服躺在雪地上,用冰冷的血水减轻痛苦 被欺负的女孩叫文登恩,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这群笑霸选中的 她只知道,她去警局报警,警察却说,朋友之间哪有不打架的,至于闹到警局吗 她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却嫌她多事,一路扇她巴掌,把她打出办公室 告状以后,文登恩被欺负得更凶了,霸凌者有恃无恐 得意地说你再怎么闹也无济于事,没有人会保护你,不管是警察还是学校,甚至连你爸妈都不会 文登恩没有父亲,只有一个很久不见的母亲 可母亲却被霸凌者的家长买偷,以一百万韩元的价格签下和解书 甚至还把文登恩赞助的出租屋退了 她的包裹被随意丢在走廊里,教科书,校服,笔记本,散落一团 根本没有人伸出援手,没人为她出头 甚至连她生存的资格都几乎被剥夺 孤立无援的文登恩,带着满身丑陋的伤疤 离开了学校,从那天开始,她有了一个梦想 她要等,等到能够以牙还牙,一眼还眼,亲手向霸凌者们复仇的那天 直到18年后,遗忍多年的文登恩,成了一名小学班主任 班上的某个女孩,刚好是校霸头目的女儿 这不是巧合,而是文登恩从18岁开始,就已经在谋划的一场赌局 赌注室,用她的一生,去换亲手毁掉霸凌者的一生 离开学校后,文登恩打工谋生,一次干活时,她的伤口又发作,又疼又痒 文登恩在心理盘算,药房明早9点才开门,而不行20分钟就可以达到汗江 冬天的江水冰冷刺骨,只要跳进去,就可以缓解烧伤带来的灼热痛感 然而,脱掉鞋子站在江水边,刺骨的寒冷却让她退缩了 痛经导致她肚子也疼,手臂的伤口也疼 迎着凛冽的风,她失声痛哭,不停拍打手臂 对着空无一人的江水大叫,把愤怒与痛苦化为嘶吼,却根本无人问津 为了复仇,文登恩牺牲了生命里一切美好 她没有任何娱乐,白天在布料厂里染布,做工 晚上在走廊里映着昏暗的灯做题,背单词,比谁都刻苦 她原本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为了复仇,她毅然决然地考了教育,并考中了教师编制 这一切,只是因为她看到霸凌者在社交平台上说 想成为一名贤妻良母,考上大学后,她边做家教边学习 平时也很节省,因为她知道,复仇要用到很多钱 她甚至没吃一顿像样的饭,每天都吃便利店的饭团 碰上买一送一时,就买两个,第二个留到下一顿 因为怕忘记仇恨,文东恩很少有笑容 她原本的性格是怎样的,早就不重要了 文东恩不关心任何事,除了霸凌者 她把她视为唯一目标,不知疲倦地看对方的社交平台 仇人结婚了,文东恩很快乐 因为她离目标又进了一步 仇人生娃了,文东恩感谢上仓 因为她知道终于复仇有望 文东恩把家搬到仇人隔壁 仇人住在豪宅里,她住在不远处的公寓里 每晚,她坚持不懈地站在天台,啃着冷掉的饭团 像看一出好戏一样,死死盯着那幸福的一家三口 文东恩有两个帮手 一个是理事长家的佣人阿姨 阿姨看到她坚持翻垃圾箱,认为她能干成大事 于是入伙,作为交换,阿姨帮文东恩复仇 文东恩要帮阿姨除掉家暴她的老公 有一次,她正在跟踪霸凌者 却不由自主被窗外的夕阳吸引 差点错过了重要信息 她的眼睛移不开夕阳 嘴里却骂道,什么破碗霞,还美成这样 另一个帮手,则是文东恩累到昏迷进医院认识的 医院院长的儿子,也就是剧中唯一善良的有钱人 男主愿意帮女主复仇 甚至说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把它当成圣旨 不过,因为复仇的核心都放在第二季 所以这部剧最终质量如何,会不会烂尾 即将上映的第二季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不过我相信,现在所有观众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希望下一季文东恩能够大开杀戒 亲手惩治那群霸凌者 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上 底层人不管善良与否,都依然暗无天日 甚至是人善被人欺,他们原本只是最寻常的人 爱看美丽的晚霞,想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其乐融融的饭 他们只有最微末的心愿 只想过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子 但天不随人愿,生在这么个痴人的社会 又不够幸运,他们唯有握紧手中的刀 今天就讲到这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